- 新星期三下午好,欢迎收看《活力加油站》,我是宇美欣。 - 大家好,我是欣怡。 - 之前我们稍微有聊过女生的一些面相。 - 我知道,欣怡有帮夫妻。 - 是啦,那个,然后也有一点。 - 你过后有没有变成就是大家抢购热潮? - 没有耶,怎么办。 - 诶,欣怡啊,这里有空喝茶吗? - 没有,因为帮夫还是要努力工作,所以很多人说旺夫会比较好,所以没有引起抢购。 - 可能他们还没有到那个绝境,他们还没有想到你啦。 - 就是全地球只剩下一个女生那个嘛。 - 因为她有帮夫,你可以找她帮夫相。 - 不过呢,我们还是觉得说女生要自私一点嘛。 - 对,因为自己天生长那个样子也没有到好变了,所以我们就靠男人吧。 - 对,所以我们就要今天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可能男生长怎么样是一个好的伴侣呢? - 没办法,我们一定要以貌取人一下,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吧。 - 常听说男的口大吃四方,比大有肉经济好。 - 自古以来,从面相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鼻子,额头,口,下巴都五行中遇到了她一生的命运以及性格。 - 女孩们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遇人不属,感情生活过得非常不顺逐。 - 与其纠结高富帅不如慧眼是珠。 - 跟着活力加油站,风水师将会为大家分析,遇到哪种男人必须能躲则躲。 - 还有哪种面相的男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呢? - 真的很绝耶,我们的这个主题被断讲到。 - 每次邀请这位嘉宾来到现场,我总觉得我很害怕他会讲出一些事实。 - 哦,OK。 - OK,我们现在欢迎今天的专家,我们有君姐。 - 君姐你好。 - 大家好,35号。 - 今天我们应该放心一点点啦。 - 怎么说。 - 因为讲的不是我们的脸嘛。 - 是说的是男人,然后我们身边的男性朋友现在开始紧张了。 - 对,OK。 - 然后我们会提几个人的名字出来。 - 你听啊,你听不得提。 - OK,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正面的啦。 - 到底怎么样的男人面相适合托付终身呢? - OK,那么这边有个图,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图就说,哎哟,这种男人。 - 我不想嫁给他。 - 诶,你知道,我们刚才私底下再聊,真的很残忍。 - 那个美心妹妹可能那个年轻,真的比较年轻。 - 她一看就都,我要怎么嫁给这个男人。 - 诶,没有,我开玩笑了啦。 - 因为她感觉上有点会很容易被骗耶。 - 会吗?她好像。 - 会吗?她好像。 - 很純品的样子。 - 对。 - 没有啦,这个是她家正词,就是把不同的五官绰合在一起。 - 对,对,对。 - 其实也可以,只要两三样,其实都OK的。 - 哦,好男人的代表吗? - 很难有这样子全部东西都在一起的。 - 觉得是好男人。 - 觉得是好男人。 - 对不对? - 这一个人的脸上呢,其实很注重的就是我们讲的观。 - 每一个脸上我们注重的眉,眼睛,鼻子,嘴巴跟耳朵。 - 其实这五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它都代表不同的东西。 - 一般上我们讲眼睛呢,其实是关于到我们讲看东西、省察。 - 所以那一个人的眼睛到底好不好? - 他看东西明不明显好不好? - 就是会掩饰人的话,眼睛很重要。 - 所以他要是清澈的。 - 清澈的。 - 一般上清澈跟深邃的男人来讲,他其实是很聪明的。 - 亚洲男人很少有深邃的眼睛。 - 清澈的话,我会想到他这样子的话,他眼睛应该是比较大一点的吧? - 小眼睛会很难清澈的。 - 大有神。 - 大有有神啊。 - 一般上这种男人来讲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男孩子就觉得这个男孩子满本领读书。 - 很聪明的样子。 - 很聪明的样子,对。 - 然后就要看他出来社会是怎么样。 - 假如他出来社会他是做工的,是跟人家做生意的。 - 那么他就会慢慢的变成深邃。 - 就是那种尖锐的感觉。 - 这种很怕的,他会看到你的心里面去的。 - 对,你跟那种大老板,你跟他见面的话,他会告诉你。 - 你好像觉得他很懂得看你。 - 可是大老板值得托付终身吗? - 对有些女人来说去了。 - 你不可以完全,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会懂得你要什么。 - 他会懂,当然工作上他太忙,他帮不到你,他赔不到你,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 但是他其实蛮懂得女人。 - 深邃的眼神。 - 对,假如他本身不是出来社会工作,他已经是出来。 - 比方说做研究的。 - 做那种,比方说是往那种学者方面去看的话。 - 这种男人的话,他的眼睛也是能够清澈,只是他没有这样的类力。 - 啊,这种男人来讲的话,他其实很懂得你。 - 明白。 - 终于男生找到一个比较可以让自己有借口的。 - 就是正面一点的理由,对吧? - 法肌内凹是怎么样? - 这种男人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很多人都是这边,男人通常都是两边凹。 - 就是我们说M字形的。 - 那总不算是,我们讲的只是单边的一个法肌内凹。 - 就是天生的吧,应该是说。 - 天生的法肌内凹。 - 他们比较硬。 - 他们比较硬。 - 他们会觉得我可以软一下。 - 他可以软一下,他可以包容的那种类型的。 - 其实最好的一个代表人物其实就是梁朝伟。 - 我们听到这个名字都没有意义耶。 - 对。 -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 - 根本就很想嫁给他。 - 对,他懂得会是。 - 他懂得包容,他懂得去怎么样去。 - 就是说你讲,我就听,我就会。 - 他的眼神也是有一种那种深色的感觉。 - 眼神的感觉。 - 对,就是梁朝伟原来。 - 原来。 - 多吉吉弊哥大,为什么刘家仁那么幸福。 - 有答案我们。 - 对。 - 印堂要宽阔。 - 印堂就是这个部分。 - 其实印堂宽阔的人来讲,他其实是蛮聪明的。 - 我想到一个王竹兰。 - 王竹兰。 - 因为我看也像王竹兰的。 - 包刷也是好老公。 - 印堂宽阔的男人来讲,他其实是蛮聪明的。 - 他很懂得就是怎么去处理事情。 - 这个男人来讲的话,当女人发皮肩之类的话呢。 他懂得怎么去圆滑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硬糖框框也是其中一个 唇肉饱满 唇肉饱满就是我们讲的上唇跟下唇 其实最好就是大家是平均 一样的 但是平均的人要保暖 就是保暖还有饱满 就是有弹性的 这个要Kiss才知道 要保暖 老师讲到重点 这个第一格是什么 第一格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部分 讲的最简单的那个就是我们讲那个 这个校伙 校伙这个地方比较多 有风嘛 风雨的那种 想到那个下巴这边还有两个 那个叫成功纹的话 你就看那个校伙的样子了 就更好吗 这种就更好 这种男人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蛮有赚钱运的 而且也蛮有幽默感的 幽默感很重要 我们真的很有共同点 看以后我们要抢男人 我们要抢男人 好 双耳要贴脑 好 双耳贴脑 其实耳朵我们叫做就是听的 听的这个关 那耳朵贴脑的人的话 他听到的东西 他会转化为正能量 他会觉得是善言 他会去消化它 他会去消化它 当然我们一般上很少看到双耳贴脑的 一般上我们都是正常的都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 我们会觉得你讲我不是听的 我又不一定要跟着你 对对对对对 只如那个双耳 它还有一点问题的话 待会我们会谈 那种男人就完全不能够嫁了 哇 ok 我们看其实我跟美心妹妹稍微的了解一下之后 我们觉得还是鼻子那个部分比较苦臭一点 就是要有一个悬胆鼻 悬胆鼻我就有点不明白 所以他们想 它是双耳贴脑 OK 双耳贴脑就是我们讲的巨头贴 它要比较宽一点的 它比较宽的 所以你是扁塌吗 它不是扁塌 它是鼻梁要正 我讲的鼻梁要正 而且鼻梁里面 我们讲的就是腌斗 我们讲腌斗 我们先的腌斗 你看到这边其实是很 很直的 它里面是蛮 那个结构里面是蛮结实的 它这边就是很宽阔 很多肉的那种 那种男人的话 就是鼻子是代表厨师 这个是代表他的那个待人见误 做人正直 对对对 所以选担比较比较正的男人来讲的话 他对于任何的那种 比方说问题 他都能够很正面的去解决 就是能够靠得住的一个男人 对啦 可是这个虽然 细细的话好像一倒 它就会倒吗 虽然如果我们光用这样想象 还是觉得跟帅好像真的有点 有点沉上关系 好 没关系我们来看 没有点你后来会发现说 幸福比较重要 值得的 多富终生比较重要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能躲则躲的啦 进不住女人诱惑的男人的面相是怎么样 首先要柳叶眉 柳叶眉就是我们讲的 很细的 对啊 男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细细的美啊 很多韩国美男子都是柳叶眉 他是把它剃成的 哈哈哈哈 就看到柳叶眉的男人 其实美是代表一个人的那个情绪 思绪 嗯嗯 柳叶眉的人来讲的话呢 一般上他会很容易禁不住女人的那个诱惑 所以说如果这个人是你男朋友或老公的话 很容易有那种第三者的主线 他容易被骗 容易被骗 他容易受男人 女人会讲多吉讲 他就容易被骗 OK 所以这个男人的话就比较容易 危险 他就把不住啦 田宅宫有致 田宅宫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眉毛 跟这个眼睛之间的这个部分 这田宅宫有致的人来讲的话 他也是 他这种人来讲 他也是容易把不住所有的那些所谓的诱惑 他会觉得什么东西 人家讲人家就觉得说 OK啊 可以啊 他就会去 就被带着走了 被带着走了 所以他的那个定 他的那个怎么讲 我们讲的那个定力 不足 不够 不够 三根低 OK 三根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眼睛跟眼睛之间的 这个地方 OK 通常你要折 折脸看 折脸看的话 側脸看的话 你看到这边 不要扁下去的 这就是三根低的人 OK 那三根低的男人来讲的话 也是 他们对所有的事情来到来讲的话呢 因为鼻子代表他的那一个 我们讲的就是厨师嘛 我可以讲了 他就会变成 他不能够去做一个决定 他的那个决定能力很差 可能他原本 比方说跟第三者分手啦 然后第三者再讲两讲 然后就不清楚了 又不能啦 又好像这样子 所以是女人诱惑你知道 还是关键在诱惑 有啊 他拖你带水 他做东西 可是如果你遇到是对的男人 他就不会受到诱惑 他会很坚定 我就是要你 然后还有一个耳背 对 耳背 跟我们讲的说 耳天脑的男人的话 就是能够听善言嘛 对 那假如是耳根有字的这种男人来讲的 耳根是哪里啊 耳根其实靠近耳垂这边 对 靠近这个地方 OK 这个耳根的地方有字的男人来讲的话呢 他就会就是我们听的东西 他会觉得就是 听到的都是属于不能够控制的 就是听到的东西 OK 他的耳背是调转 耳背就是中言逆耳 就是你听到的东西 你劝他 这女人不能 他不听 他就是不听 耳根有字的话就是 你跟他讲什么 他就是会觉得说 我会听那个女人讲的东西 这样跟到完是不是 跟到完 他就是耳根软啦 啊 他遇着一遇 就是你讲什么 OK啦 好啦 这样子啦 所以那个女生 如果是一直傻叫一下 她就哦好啦 什么都给你 女人摆布咯 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去 听那些好听 应该判断的东西 我觉得听得很可怕 老师这些以后可以补救的吗 有一些东西可以补救的 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补救的 当然有一些 你叫男人去整容的话 这方面其实是 比较难一点 好啦 我们节目都是这样 我还是会给希望大家 等一下我们就会稍微的 讲一下补救的方法 然后我们还会跟大家讲 一些暴力倾向啊 这样子的 面相 到底是什么呢 对对对 那你会觉得说 面相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来吧 欢迎回来 那其实呢 我们说到女人要找一个男人 最重要就是他要对你好 对 就是赚的钱多少啊 什么那些 也重要的啊 我就看你怎么结 也重要的 可是如果他真的很多钱 可是他对你不好 还会打你 那怎么可以要 恐怖情人是我们一直都希望大家不要遇到的 对 避而远之 我们来看一下 请教一下君姐 到底哪里一种男人面相会有暴力倾向 这很神奇 原来从面相就不看得到 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杀人犯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们的眼神那种之类的 你大概都觉得这种人比较要 就避而远之啦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自己会feel到 OK 当然这是其中一些部分啦 第一个的话就是眉毛浓密 然后眼角摆住 现在一阶人都眉毛浓了 对 眉毛浓密那个是正常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浓得来 它的眼角要外拖 什么是眼角 眼角是这个地方的话 它有感觉上就是 一个勾 凸起来 它要凸到比较 给你感觉就是有少少好像 有那种好像 狐狸还是那种 哦 我知道了 老师说狐狸我就想象得到了 那种很尖的感觉 那种就是你觉得是干人的那种感觉 这种男人来讲的话 其实是他什么东西不对劲 他会就是立刻来了 他就是以暴力来做解决问题 他比较aggressive的 他比较激动的那种 可以激动的 他来得很快 脾气来得很快 所以这种男人来讲的话 你就要懂得怎么去 讲话要不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假如你真的去遇到这种丈夫 这种男人来讲的话 当他脾气爆炸的时候 就不要在那边去闪闪闪闪闪闪 所以我们放这个人的眼睛来 这个 好 这个只是一个样子而已啊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对 只是说这种眼睛 但是他不一向的话 还不足以证明他是 还不足以证明 只是这通常这种男人 他的脾气都是来得很快的 明白 很火爆一点的人 火爆一点 Cai 눈要不向你们 眉毛倒着长 眉毛倒着长 就是这种类型啦 你看到吗 就是他的眉毛 原本顺着长的嘛 到 它倒着长 从那一个方向起来 来相反 你从这边 你看这个图画 好像你的那种古装片 有一些坏人 他的眉毛也是这样子的 到着长了 对 做眉毛到着长的人也是的 他也是做东西来讲的话 他稍微谈不妥的话 他就觉得说 OK 你不顺我 我就来了 我就来了 所以这种男人来讲 眉毛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眉毛是一个人的情绪 他的思绪的控制 一个人眉毛长得不好 他在情绪的管理方面 其实是很差的 所以好像有没有人说 眉毛怎么样代表人怎么样 好像有的朋友 前面有后面没有 我们就说他 你呀 有头没有尾 你做东西 其实一般上来讲到 眉毛系数的男人来讲 也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做东西来讲 他们就是不懂自己要做什么 也是很胡乱的 茫然 茫然的这样子 玄真纹 玄真纹就是 在这两个眉毛这个印堂 中间有一条线 哦 这叫玄真纹 有有有这样的人 我还以为是老化的迹象 不是不是不是老化的 他是要做眉的时候才会有的吗 有些可能是不用做眉 他就很自然的有明显的 比较少见了 其实有时候你看图片来讲到 有些男人的面相是有的 选择问的男人来讲到 他也是他本身来讲到 当他做东西的时候 他不喜欢提到批评 哦 他不想提到批评 大男人吗 你可以讲有傻傻大男人主义 他听到批评他会觉得说 哪里什么地方不对 干嘛说我 就是会要去 觉得别人针对他这样子 对对他就会觉得很在意的那种 眼中有红脉 这个很经典啊 他不是说你睡不够啊 那种眼睛有出了个红筋 不是那种 红脉比红筋是来得更加的是 粗跟红的 最重要是在眼白的部分 眼白就是眼中附近 这在眼睛附近来讲 不是那种睡不够的那种 明白 清红筋的那种 它是长期都有的 对对 这种男人来讲 对了 他的来到真的是 你一看到你会觉得 我讲眼睛很重要 如果他眼睛是有红脉 再加上眼睛是深邃的 这种是聪明的杀人犯 还要聪明的杀人犯 我还以为聪明的 什么原来聪明的杀人犯 四百眼 四百眼 就是我们一般上 我们讲的这个眼睛眼球 我们通常都是两白 就是两个眼白是在旁边的 四百就是上下左右 你都看到眼白的 那这种男人来讲的话也是 他本身的话呢 他对什么东西 他都会觉得是说 你讲 我听那色情里面 其实是另外一回事的 不顺你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种的话就我们讲 用永生走息啊 你会突然间的话就来 那手更恐怖 激怒他 对 鼻子占整张脸的比例太大 什么的太大呢老师 有一个明星 很明显 就是你看到他 第一个就看到他鼻子的那种 鼻子很大 鼻子就是 简单来说 很会打 你简单来说 不用看中间的 你只要看鼻子 还有最后两个字太大 对吧 这种男人也是 或者他听到的东西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大家要听我说 你不听我说的话 那我就要确认大家都要跟我讲 你稍微其中一个不能够的话 他就是不能了 明白 所以跟到这种男人在一起 女人一定要很温顺 是因为他是强势的人吗 可以 因为鼻子是 因为鼻子是处事嘛 而且鼻子太大的人 他的处事态度就是 我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你就要跟着我的 你就要跟着 你稍微不跟 他就来了 明白 那现在我们也跟大家研究一下 就是 如果 对 匹配的夫妻相 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讲的广东话 要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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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才能够 就是走下去 明白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些 好像说男人的部分 是比较可能不是那么好的状况 不是 假如说男人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配这样子 对 或者女人有这种情况的眼睛 男人又怎么样 大家就能够融合了 互补一下 脸型的话 我们看 如果男人是天情宽阔成方 女人就要下巴圆满 圆满 大家就能够 因为这个天情 我们讲的就是他的那个厨师 如果他天情宽阔的人来讲 他通常比较大方 他比较开放 就是女人的话 下巴圆满来讲的话 他就会懂得就是 OK 男人是这样子 我女人圆满 我就会觉得说 我收 OK 你开放 我就是 老师怎样算下巴圆满 就是你觉得不是 没有完全盗得很厉害 没有 还是要兜的 也兜一点点 但是有肉 这个很难 我们都不是 我们都不是下巴圆满的女人 他不是男的那个是 也就是我们讲的 地格那个风域 对对对 那个像那个 女人很少这样子 那种就是完全是 好像我们讲的 效佛 这个它是 就是它下巴是尖的 但是尖得来的话 它其实是 这是薄的 毛的 有肉的 所以我跟你都算了吧 OK 这样我们就不要找一个 天庭宽阔成方的男人 对 如果男人的眼睛细长 女人的眼睛就要圆大 这种男人他其实是 他细长的男人他其实做东西蛮细腻的 他做东西是蛮有 就是有亏有绝 而且是懂得怎么处事 因为眼睛细密的人的话 细长的男人他通常都是蛮聪明的 我看人家有 是 但是眼睛要圆大的女人 他就要浪漫 我浪漫吗 他就要浪漫 可是你眼睛圆大 圆大就是他这个人 比较 比较怎么讲 比较冷静 这个就要 明白 一个比较情绪化一点 一个比较理性一点 你是情绪化的那一个 圆大的他就要懂得懂得 找不同的东西去 把那个生活做得更美满 对 就是有情绪的那种 对 这样子就比较批淡 这对下一代也好啦 孩子那个眼睛不会 你是伸说其他意思 如果男人的眉毛浓黑 微微上扬 女人的眉毛就要细弯而长 对 因为眉毛浓黑的男人 这微微上扬的话 他其实是蛮有进取心的 他做东西其实是 他很有活力 很有那个冲动力 OK 那么女人就要眉毛细弯而长 他就懂得怎么去互补他 你比较有冲动 比较不是冲动 比较刚硬的话 那么我就要比较体贴 我就说那个显内住的那种 就大家就互补 对 如果男人的耳朵是贴脑而厚大 女人的耳朵就要厚实有株 对 因为我们讲的贴脑的男人 一般上来讲的话 他会懂得听很多好吃的东西 然后再叫厚大的话 这种男人他就是会懂得把 所有的东西变成正能量 去做东西 那么耳朵厚实有株的男 女人来讲的话 就要懂得怎么去扶持他 是一个帮助闲内住的感觉 也是闲内住的感觉 对 所以只要耳朵有株 人家都说是好的 女人的话耳朵有株 其实是蛮有那一个 我们讲的福气 不是男女都是耳朵要有株吗 其实男人有株来讲的话 其实有的话 它其实不是这么完全重要 它的重要性比女性来的 不是这么强 那嘴巴的部分 男人要嘴大而有株 女人要嘴唇临角分明并上扬 那嘴大来讲 其实嘴巴就代表我们的处纳官 代表你做东西你讲的话 嘴大而有株的男人就是 他讲的就是我们讲的有责任 一言就对 就是什么男说 所以这种嘴大而有株的男人 讲过的东西 女人就要嘴唇临角分明并上扬 他就要懂得怎么去配搭 他讲说男人讲什么都可以 女人讲说得吗 OK没有 就是扑朗水那种 所以女人如果是临角 他懂得讲好话 而且上扬 他会比较开朗 他会懂得配搭 不像那男人讲的什么东西 你的女人就好像 一直泼你冷水这样子 大家就会有冲突 冲突之类的 所以你这样子男的女人就是 OK好的 很好啊你做得不错 其实是智慧的一种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虽然老师讲了很多 据老师说是其中一样 对对对 搭配得到就好 不一定要每一个 没一样不一定 不可能你又天庭又什么 然后眼睛又细长 然后又怎么样的 对对对 你选一个啦 你看自己的状况 然后匹配的另外一个 就是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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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OK那现在呢 我们先进入这个部分呢 是介绍大家一些好看的地方 待会儿来我们再跟大家讲 如果男人的面相真的稍微比较差一点的话 要怎么样补救 休息一下 有什么好看的地方 中文字幕——YK 好,你很棒 我喜歡這個女孩 我們可以做這個明天嗎 對不起,我們有一個人在駕駛的駕駛 找一個新攻擊 他是一位最最最最最最好的駕駛的駕駛 早點換槍 早點換槍 我再跟你說一次 告訴我,我還得已經直播了 不要許東,你們啥子都不曉得 又要發呼叫救回中心 張認同發揮吧 說你不要光我 歡迎回來 活力加油站 那其實我們常說我們節目呢 會給希望大家 所以今天君姐講了一些 關於面向不佳的男生該怎麼辦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一些補救的方法 對 首先 所以這是說我們點出大家 比較不好的地方去 對 這個是男人不好的地方 這個是男人不好的地方 如果你有真巧就好就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要怎樣去補救他 第一個頭肩兒宅 對 頭肩兒宅就是這個地方 頭肩兒宅 頭肩兒宅 廣東話沒理解 就是這個地方很窄 然後這個兒頭又很窄的男人 這種男人呢 他其實做東西他滿自以為是的 他永遠都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其實是 最好的 而且不容易去接受別人的那一個意見 所以如果你真的巧 有六大男人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講兒童 就是印堂這地方開闊的人 就比較隨便嘛 宅的人他其實不隨便 他比較個我 比較自我 自我一點 所以這種男人來講的話呢 如果是說你最好就是奉勸他 做東西往你最好的專長去做 而且要專注的做 專注的 不要說我就做一下這個 三心兩意的 不能夠我不爽 老闆覺得我不可以 我就不要做我去跑去另外一樣 你一直轉來轉去 你永遠就是一十五成 所以這種男人一定要腳踏實地從地做起 而且一定要專心做一行 一條路 就算那條路永遠跑著下去 但是如果他很難聽人家的話 就是他很自我的話 他有沒有辦法接受到意見呢 所以這個東西就要看你自己了 因為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你要改眼相來講的話 就是從你心裡面開始出發嘛 你不改的話沒人幫到你 對喔 的確是這樣 鼻扁唇薄的話 OK 鼻扁的話就是鼻子這邊扁他 然後再加上唇 就是一般上男人都是比較厚的 一般上 OK 唇薄的男人 一般上 博情博弈 你可以這麼說 就是一般上來講的話 那鼻子扁唇薄的男人來講 他們做東西來講 他們不大能夠就是 堅持 堅持下去 所以這種男人來講的話 他做東西他會 坐坐下 他就覺得說不大能 不如我們試試看別的 他跟這個調轉 OK 這個呢就會是那種 你什麼都以為自己的 都以為自己的 厲害可以的 明白 這個呢就是他會覺得 無所謂啊 不能夠的話 不再是另外一樣 什麼之類的 這種男人他就 不能夠自己當代表 所以就必須要找人合作 對 他就是比方說 你是做個性 比方說你就找團體一起 登台唱歌 或者是你找一些有錢的女人 娶一個有錢的女人 哇 很厲害 你會找他大靠山 那麼你就跟他 他扶你上 OK 這種男人 如果你的眼尾閃眉 眉尾閃眉又亂的話 對 就是你的眉這個尾的地方的話 是閃閃的 就是常常開插出去的 開插出去的 然後又很亂的話呢 這種男人他就講了 眉是代表那個思緒嘛 如果這種人的話 他其實是思緒上 其實是不大好 不懂得怎麼控制自己的情緒 所以這種男人來講的話 其實要懂得去修眉 而且其實做東西來講 也是要腳踏實地 就是說 你不要就是說 三心兩意 無方向感 這種其實是要看你找到什麼女人 或者是你身旁的父母親 也是可以這樣子給自己的孩子 所以你發覺到你自己的兒子 是這種情況的話 你可以就是奉勸他 反正其實也包括你給人的一個感覺 對 就是你修得整整齊齊的話 可能那個印象分也好一點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男人會拒絕修眉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 他們拒絕很多事啊 類似什麼 保養啊 修眉啊 很多啊 其實這種男人也是很愛美了嗎 應該 什麼啊 慢慢 還很遠啊老師 誰啊誰很愛美 老實說男生開始很愛美了 還是有很大一部分 是堅持他們的信念 他們應該也是 那個什麼啊 眉尾雜亂嗎 沒有兒宅的那個 男生 不聽意見 OK 如果是雙目無神 應該怎麼辦 其實眼睛來講 尤其是對男人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是你眼睛有神 而且我們講的眼睛那個 深邃的男人 一般是給人的感覺就是有聰明的 就是很厲害的 總之他真的是無神來講 其實代表他自己本身 他的那個聖也是有問題 所以熬夜的男人 眼睛一般上都比較容易無神 就是很會仔 很會仔仔 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種男人來講的話 你就要從內開始做起 就是你要鍛鍊 好神奇喔 做運動 面向樓家去練氣功 做氣功 樓的一定有關係 身體健康 這是身體健康你的內心 你的出發點 所以你這種人就做內 就是打氣功啊 做一些組織 可以調理你自己的那個 氣的那種 那麼他就可以達到那個眼睛神清 你過後就會那種炯炯有神的感覺 對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可以看進你的眼睛 再看進你的血量槽尾囉 真的 最後了 另外一個就是你耳朵 就是靴 就是我們講的稍微尖 就是耳靴 這是哪裏 Peter Pan的那個耳朵 類似這樣子的耳靴 所以就是他斜下來的意思嗎 還是上面尖 有個明星是這樣子 我一下子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 他的另外一半是有錢的那個 明星都是找有錢的另外一半的喔 不是 他的另外一半是比較老的 是什麼 我記得了 我忘記了 反正這樣在形容那個耳朵 對 他的耳朵就是靴了 下巴比較尖的 OK 就是這邊尖到就是 好像女人的那種下巴尖尖 就是 可是老師很多帥氣的男明星 現在你看韓韓國的 下巴都是尖的耶 沒有他尖的吧 他尖的 但是他這邊可能會有肉 真的尖到是沒有肉 我知道中國有一個 好 來 OK 這種男人 你知道他很紅的嗎 下巴很尖他還可以 對啊 下巴這個是晚韻 晚韻 晚韻 就是我們講老來的 老來的韻 就是我們講的 因為這個時候 大概六十多歲以後 這個晚韻 如果下巴尖的男人來講的話 他們對於這個瘦東西 就是 聚財 聚的能力 會比較差 所以在六十歲之前 如果你發覺到 你是下巴是尖的話 你最好就是未雨綢繆 要存錢 就是賺到了錢 你要存錢了 不然的話這種男人來講 到了老的時候 可能就是我們講的 要靠那種所謂的補貼 政府補貼 之類的來過活 你自己不能夠 你沒有那個儲蓄 除非你的孩子很厲害 能夠幫你養老 但是我們現在說這個是下巴尖 有種是那種 兜的 兜的 那種就不一樣 不一樣 但是當然下巴尖還要加上耳靴 你要兩者一樣 不是說其中一個 所以耳靴的男人來講的話 因為一般上 耳朵其實很重要 它代表你聽的東西 你做的東西 耳靴的男人來講的話 就是要收東西 其實不懂得 不懂得哪裡有好東西 他根本就是著寶 人家講有什麼東西可以來到的話 就是完全 沒有聽到 後知後覺 明白 所以一個耳朵貼腦的男人 我們講他很醒覺 醒覺就是 可能人家在跟你溝通講話的話 那要裡面溝通 你就覺得 有個訊息 對 我真的 老師一直講耳朵貼腦 這個我都覺得好沒有希望 因為我耳朵是 最那個的 就是往外的是不是 我耳朵真的是完全兜到一個地步 但是你訊故你耳朵沒有字 他耳朵有字耶 耳朵有字的話 就稍微就要看 耳根有字 還是耳背有字 你是耳根親愛的 這是耳根嗎 不知道 我們試一下來研究 不過今天我們請教到 GREEN在關於男人的面相 然後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都覺得開始擔心了 糟糕了 我的另外一半可能真的有這些特質 或者是我身邊的人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講說 其實我們真的是要切割得這麼清楚 說你的眼睛這樣嗎 就是不好的 對 其實不能 因為我們講的這種東西 都是其實兩三色 就是有這種 符合這種結合起來 才算是 所以我們也不能夠說去定斷 就是說 你的眼睛大 你的眼睛小 其實要看整個的那個構造 來評到底你的眼睛大還是小 因為每個人對大跟小的 那個定義都不一樣 真的 好像你在外國 你看到外國人的臉上 很多都是比良質的啊 高的啊 然後他們全部都是沒有點比 對啊 也不一樣 所以你就要從他們的那種 外國人的臉上裡面 去比較 到底哪一種是屬於扁的 不高的 對 所以不能夠一概而論 而且你看也提供了這種所謂的補救方法 對 所以也不是說只要長這個樣 就一定是沒有希望 這種結果 沒有明天 那心態很重要 所以我們之前也是有聊過關於相由新生的事 對 老師如果我今天看一個人啊 我對他的感覺不太對 是不是其實也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有可能感覺到他 是對 感覺 有時候感覺這種東西 也是要看你自己的運氣 你的運氣跑到不好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東西都不對 你明白嗎 比方說我們講的 為什麼有些人啊 他們買屋子 他們為什麼沒有看風水 都是可以做到很好啊 如果運氣旺的時候 他隨便踏進去那個屋子 他都會是覺得感覺到好的 等到你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進去那個屋子 每個人都不要買 你覺得很舒服啊 OK啊 因為你跟他的氣場可以溫和 對 所以有時候你看男人 你也是要看你自己在那個時候 你自己的運氣跑到哪裡 然後你本身的運氣其實也並不很好 你看到好的東西你都找不到 明白 所以我們女人還是要想盡辦法 讓自己變成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對 還是從自己出來 我們一開場講的那個就是錯了的 不是說我要靠男人 你知道一個好男人 我的生命就會變得很好 對 所以我們先做好自己 然後或許呢 好男人就在最遠的角落 你都可以看到他 對 我應該說祝你好運了 來你祝回我啊 祝你好運 祝你好運 快點找到好男人喔 OK今天我們謝謝君姐謝謝 謝謝 好了緊接著來的這個部分呢 無論有沒有好男人 大家都要關注啦 對 因為家居的這些特質呢 稍微的還是要學習一下 是而且呢我們還會送你雜誌喔 就是一些居家雜誌 可以看一下 然後哪一些idea 或許你的家 可以變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溫馨也說不定 馬上來看一下吧 然後再寫我 來吧